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 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靠 我是主讲任志哥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资点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RDD的概念,RDD的执行流程,RDD的属性和RDD的弹性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QO军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和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同学们,这些课呢我们来说一下RDD都做了什么 那么解释这个概念之前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来换一张图,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 那这里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我们来换一下这个小图 好,OK,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在说RDD的时候 其实之前呢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 RDD呢是咱们当前SPA中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它呢可以意为呢分布式弹性数据集,对吧 那在这里啊,它就对一些数据的一些封装也就说完了 我们将SPA要处理数据封装到RDD当中 那RDD在这里具体都做了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触发了RDD呢 在这里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那其实啊,在这里我们在创建完SPA和Context的对象的时候 当我们执行这么一句话,对吧啊 包括IC啊,IC呢这里就是我SPA Context对象了啊 点testtestfill 然后在这里,我们呢会在这里输入一个文件路径,对吧 咱们这里会有一个pass路径,pass,fillpass 然后接到这里,我们是不是会生成一个RDD啊,对吧 此时当我们调那个FATMAP 小话,这里我们下游线点SPA是不是对当前FATMAP当中的数据进行拆分呢 对吧,并且压平,咱们以空格进行拆分 拆分完之后,这里我们再MAP 是不是我们可以生成一个原主 前面是单词,后面是个数,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调用算子,叫ReduceByKey ByKey啊,ByKey 那在这里,此时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当前单词中的个数进行相加呀,对吧 那相同Key为一组,进行统计 然后这个位置,咱们再叫Cy's Fill Test,Test,Test,Fill 那么我们再给一个文件的FillPass 也就是咱们文件的一个存储的件 这样来呢,其实我们就完成了当前的一个Spark进行的一个方式 咱们一个计算嘛,对吧 咱们写了这么一个数据的计算 那这句话,其实在这里啊 我们无论是SA,也就是SparkContest对象.TestFill 然后在FATMAP,在MAP,在ReduceByKey 在当前Cy's Test的Fill 那在这期中都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那我们都说了 我们Spark操作数据其实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在操作RDD,对吧 那这句话都在做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给一张图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RDD在这里的作用有出于什么位置,对吧 那首先呢,在最先开始的位置 我们呢,可以来一个啊 那就是说我们最先开始在执行TestFill之前 我们是不是肯定里有一个读取数据啊 也就是Fill Fill on咱们这个HDFS吧 就相当于把,相当于把数据存储到HDFS上了 对吧,但存到Fill on HDFS 然后接下来呢,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通过SparkContest的这个对象,对吧 点TestFill 那也就是说,此时呢,我们是不是执行了一句话 也就是TestFill执行 啊,我找个箭头啊 哪一个 在这里,我们执行一个TestFill执行 那这位置,咱们是不是执行了一个TestFill啊 TestFill,Fill 那当我们之间的TestFill的时候 同学们,是不是就相当于将那个数据读取到当前我们那个 啊,这个内存当中了 咱们是不是就开始做计算了,对吧 咱们就开始做计算了 TestFill啊 然后读完之后呢,此时呢,在这里 它就相当于把文件加载进来了 那此时这个位置,咱们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个文件呢 对吧,咱们这个位置会产生一些文件 文件当中呢,就是咱们当前读进来的那些数据 包括什么HL,Hello,Spark,对吧 什么Hello,Hadoop,像什么这个Hello,Scaler 对吧,咱们就相当于把这个文件是不是就这么读进来了 这是咱们的处理的数据,对吧 然后接下来这里,我们对当前数据进行一个压平处理 也就是Fill Map 那在这里,我们默认的切分方式 是不是以当前那个下线下面一个点的方式进行一次切分呢 对吧,咱们这个位置进行切分 那切分完成之后呢 此时也就相当于咱们执行Fill Map 在家,咱们这个位置叫Fill Map 那此时,当我们再这样处理完数据之后 因为咱读进来,数据和数据之间是有空格啊,对吧 那读过来之后呢,OK 那此时呢,我们再产生的效果呢 就会变成这个样式 也是多过来啊 然后它就会被拆分成一段一段了啊 那要说,一个 一个 不再有空格了 因为咱们通过空格进行拆分了嘛,对吧 那此时呢,我们就会拆成这么成的一个数据集 咱们就会拆成这么一个数据集 然后此时这里,我们通过Fill Map以后 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数据集,对吧 产生完这个数据集之后呢 接来这里,我们是不是通过了Map方法 对吧,便利当前的一个数据集中的数据 咱们又使用了一个Map 便利当前数据集中的数据 那此时呢,在这里,我们将当前数据呢 变成了一个这种样式 也就是说,每一个数据的后边呢 我们都拼了一个1的值 多少1 小号啊,然后多少1 然后再下来啊,咱们再小号多少1 下面也是一样的啊 好了,那么我们会产生这么一个原主数据集 对吧 然后有了这个Map之后 咱们有那原主数据集之后呢 进来这里,我们又做了一件事 咱们做了一件什么事 是不是在这里,我们再次执行了Reduce by Key 对吧 相同Key为主,统计其个数 对吧 Reduce by Key 那此时,在这里,我们做完Reduce by Key的时候呢 它就相当于将数据进行一个统一计算 那此时,咱们是不是就会得到这么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相同Key为主 也就是说,哈喽哈喽哈喽 咱们这有三哈喽,对吧 那此时,在这里,一个哈喽 两个哈喽,三哈喽 那这里,咱的哈喽值是不是就是三呢 因为相同Key为主,进行计算嘛 对吧 然后Spark和Scaler,还有很多朋友呢 都只有一个 那此时,那这里,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这就是统计过后的 然后接下来这里,我们又掉了一个东西 掉了谁 咱们是不是掉了一个当前CVS test fill 是不是,咱们将当前数据进行一次存储了 就是SVS test fill 是不是就将当前的数据进行存储了 那此时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次存回哪里呢 是不是可以再次除非咱们的HTFS当中 对吧 那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上面这一句话 咱们当前这些通过Spark当前对数据一个计算 进行的一些方式 那我同学可能想啊 那在这里,我就对当前数据进行计算了 那这跟RDD有什么关系? RDD做了什么? 大家记住啊 其实这里的每一个同学们啊 在这里,其实这里的每一个都是对RDD的一个操作啊 其实我们在这里的每一步呢 其实都是在触发当前RDD的一个应用 同学们啊,咱们的每一个触发呢 都是对当前RDD的一个应用啊 对RDD一个应用 在这里呢 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怎么来看啊 咱们这怎么来看 例如啊,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其实在这里 当我们触发TestFill的时候 其实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东西 叫做TestFillRDD 咱们这个时候就已经触发了一个 叫TestFillRDD了 这个位置 咱其实已经触发了一个 叫TestFillRDD了 这个位置 咱已经触发了一个TestFillRDD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同学们 那再往下同学们 那除了它之外 那这个位置 咱们调FightMap对吧 其实这个位置也是FightMap RDD 然后再往下同学们 再往下咱们再来 这个位置 咱们是不是调Map了对吧 其实这个就是MapToPairRDD 其实它都在产生当前数据集 MapToPair RDD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再往后 其实咱们ReduceByKey这个位置呢 它也产生了个数据 这什么呢 就是SubRDD SubRDD 然后呢 这里最后 其实这个位置 咱当前咱们SaveEyes的时候呢 其实也触发了一个RDD 也是TestFill 也是TestFill啊 其实这个位置 也相当于做了这么一年 这儿 也是成为这么一个RDD 所以其实咱们在操作4G集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操作当前RDD 那在这里呢 其实给大家可以来一个总结 那RDD对我们来说 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在这里咱们可以简单来说一下啊 其实啊 在里总结 那么在里啊 其实RDD的创建啊 同学们 其实就做了一件事 它是RDD创建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呢 包括一些RDD的转换 有RDD的创建呢 RDD的转换呢 对吧 那转换过程中呢 为了减少数据计算啊 有可以添加火存 在这里咱们之前说了啊 那么我们在转过程中 在里啊 转换过程中啊 那么在里啊 我们为了减少啊 减少数据计算啊 可以添加火存 除了这个之外呢 最后一步其实就是RDD 在里另外一个 就是RDD的这个输出了啊 RDD的输出 那说白了 那RDD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其实就是创建 转换和输出 那上面这一套同学们啊 咱们上面这一套 这一段同学们 这一段其实就是RDD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就潜移木化的 就已经在使用RDD了啊 所以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达这里